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里我必须向大家坦白一件事 过去这么多年跟这么多4500万的用户坦白一件事 是我真的不喜欢我卖的大众产品 其实我是一个被大众市场耽误的潮流玩家 我真正的爱好是什么呢 其实你们可能从来都不知道 我在四个月的时间之内花了20万买键盘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潜水跟滑雪 而且我有一个爱好收集一些潮玩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滑雪滑得怎么样 真不能找个替身吗 不难 而与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些我最近刚到的两个潮玩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一个熊 这只熊是巴斯奎特联名的熊 也是一个早期版本 我们看一个开箱 那第二个到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到的是安迪沃厚跟 丹尼尔阿什的联名的一个新的潮玩 它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它真的很容易脏 所以我们要戴手套给它开个箱 OK我们回来我们来看 就是这次我们出来 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做大众市场 骗了马爸5.9个亿美金 而这次出来我们想做一个高端市场的时候 已经不能再骗马爸了对吧 所以我们这次骗了美团 那如果这次我们铺接了 剩下两个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有钱的大佬 你们要小心了 那么这次我们出来拿到钱 我们决定我们要慢慢的做一个任性的品牌 这个品牌叫什么呢 就是NoWare 然后NoWare品牌的斯多根是什么 NoWare品牌的斯多根叫做 Make Art Not Tech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科技行业 不想再做一些整合了所有最先进的科技 然后拼命拼参数的产品 没有意思了对吧 两千万四千万八千万一个亿 So what 所以我们这次决定我们要做一些 有品质的有艺术表达的真正精致的好东西 而且这东西只追求单向的技术领先 我们不要做大而全的东西 做拼参数的东西了 那么NoWare品牌的第一个愿景是什么 是我们要在三年内干掉你身上和桌面上所有的线 我们觉得什么Micro USB Type-C Lighting的这种升级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它不是真正的未来 真正的未来是什么 是无线 那有些同学可能说说 桌子上的线很多 但是我不在乎啊 那可能是你的审美水准有点问题 或者你没有养猫 NoWare品牌的第二个愿景是什么 我们要在三年内跨界12个亚文化领域 因为我们认为今天已经没有所谓的主流的艺术家 主流的音乐家了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周杰伦 也没有邓丽君 也没有王菲了 对 今天我们听音乐 你可能喜欢海尔兄弟 另外一个人就喜欢米精选诗 所以在没有大众 没有一个主流的能引领全球审美的时代 我们决定反映亚文化 所以我们认为主流文化不是未来 亚文化才是未来 OK 那我们NoWare品牌第一波联名的亚文化是什么呢 Cyberpunk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NoWare的第一个Cyberpunk联名的产品 这款产品是什么呢 是一款鼠标店 大家可能说鼠标店还真的能做出新意吗 对我们要做出一个全球从来没有人做过的鼠标店 所以我们的设计 我们要求Inspired by Cybertruck那辆卡车 那为了能表现它特别硬朗的线条和特别强烈的金属感 我们最后选用了一个特别大的全铝合金CNC 这应该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铝合金CNC的鼠标店 那我们非常漂亮的表现了Cybertruck的这种感觉之后 它在无线技术上有什么技术领先呢 这款鼠标店是全球第一款内置了15个无线充电线线的鼠标店 它可以同时支持多达6个设备的无线充电 那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在我们的90跟95后的同学里收集了6台手机 而且很有意思 竟然全都是iPhone 我们看一下这个鼠标店是如何支持6台手机同时充电的 OK有同学可能会问说 我需要同时支持6个设备同时无线充电吗 其实你手里的手机应该已经支持无线充电了 而你手里的TWS也应该支持无线充电了 现在支持无线充电的鼠标也越来越普及了 这已经是三个设备了 而且我们相信未来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将会越来越多 所以Cybermat留了充分的余量 未来你可以放心的买所有支持无线充电的产品 我们的Cybermat全都可以支持 OK我们Noware跟Cyberpunk风格联名的第二款产品是什么呢 是一个筹标的配件 这个配件也是Cyberpunk的设计风格 我们用的是黄紫配色非常的炫酷 其实本来我们不是想做一个配件 我们是想做一个全球最好的无线充电跟无线数据的鼠标 可是当我们拿到了罗技的狗屁王 他大名叫做G Pro Wireless的时候 我们彻底被折服了 就是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无线鼠标 很多人觉得无线鼠标是没法打电竞的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电竞选手Simple 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Sysco选手 然后他在国际比赛中也会使用这款鼠标 而且表现非常的优秀 Novel品牌有一个价值主张 就是我们不会重新发明轮子 如果狗屁王这个鼠标已经这么好了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重做一个鼠标了 可是虽然狗屁王这个鼠标在无线数据传输上面的性能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遗憾 就这个鼠标的无线充电是不支持器的标准协议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CyberCon 它可以替换掉GPro Wireless下面的无线充电模块 让这个鼠标可以支持气充电 那么它就可以在我们的CyberMate这个六设备无线充的垫子上完美工作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Novel跟CyberPunk两名的第三款产品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CyberBoard 对这款产品也非常的炫酷 它的设计灵感也来自于Tesla的Cybertruck那样卡车 也是非常硬的线条和非常强烈的金属质感 如果你从侧面看那辆卡车 同时从侧面看我们的键盘 就会发现它的形体非常的接近 那么CyberBoard设计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我们说它是全球第一款使用了200个LED灯 做个性表达的键盘 并且我们会发布一个网站 让全球所有的玩家们在上面编辑这个200个LED的灯效 并且大家互相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图都非常的漂亮 可是这并不是这个键盘真正的全球第一 对很多的网友都在猜测 这个键盘到底隐藏了什么在键盘的背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出过键盘背面的全真的美图 有人猜是网易音乐的logo 对有人猜是喇叭 甚至有人猜上面还有一个轮子 让这个键盘可以移动 但实际上真正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是NoWare 所以我们一定会给这个键盘一个真正的全球第一的无线领先 答案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把键盘真正的背面展现给大家 没错 Cyberboard是全球第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键盘 它在背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 能非常好的配合我们Cybermat工作的无线充电的线圈 那么这个键盘是全球第一个我们叫做全无线键盘 我们认为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无线键盘都不能叫做全无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虽然可以通过蓝牙连接你的电脑或者手机 可是它还是需要插线来充电的 你在整个的使用过程中你会在有线无线有线无线这个过程中左右横跳 而这次Cyberboard因为上面有一个无线充电线圈 当你拿到它那一刻起配合我们的Cybermat 你在整个的使用过程中就不需要再插线来充电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全无线设备 它既可以有无线数据也可以有无线充电 Noware的愿景是我们今后一定要生产在你拿到产品的那一刻 到你最后放弃它的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不需要插线的产品 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产品上的Type-C的接口干掉 那这就是我们Cyberboard的一个真正的全球领先 Cyberboard是inspired by Cybertruck 但它同时是全球第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键盘 因为我们的Cyberboard是全球第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键盘 而我们在众筹阶段并没有放出这个特征 所以未来销售的所有的支持无线充电的Cyberboard 我们会在今天的价格上再上调40美金 但是所有已经通过前期的众筹买到Cyberboard的运户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会为你直接发支持无线充电的版本 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几乎所有的键盘都卖光了 为了这次发布会 我们在所有一千把全球限量的键盘里留出了一百把 这一百把键盘会作为套装销售 它会跟以前所有的键盘的销售方式都不一样 那么这套装是什么样的套装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图 这个套装包括一把Cyberboard 包括一把可以为它无线充电的Cyberboard 同时这个套装还已经完整组装了 拿出来即可以使用 那么同学们会问了说 你的轴体好不好对吧 然后你的键帽好不好 你的个性键帽好不好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是这个圈子里的高丸 我四个月的时间买了二十万的键盘 所以我们找到了在Cyberboard上 我们认为手感最好的轴体的感觉就是 玩家玩出来的Holypanda轴 它摁下是线性的回弹是段落的 它能为你在Cyberboard上带来非常奇妙的手感 但是我们并不满意那个轴体的样子 所以我们找到了加加龙 我们特别定制了Cyberpunk风格的Holypanda轴手感的轴体 这个轴体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真的也非常的漂亮 它的壳子是淡绿色荧光的半透材质 而它内部的轴心跟淡绿色做了壮色 使用了非常漂亮的紫色 而这个轴体真的好漂亮 插到键盘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上键帽了 同时我们也跟Burger合作定制了一个特别主题的键帽 来配合我们的Cyberboard 这个键帽的灵感来自于早期的一个Cyberpunk电影 叫做《回到未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键帽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 它跟我们灰色的Inspired by Cybertruck的键盘非常非常的搭配 那么接下来就是个性键帽环件了 我们知道还有更土豪的用户想买更贵的键帽 我们特别定制了我们Cyberpunk主题的个性键帽 这个键帽使用的是全铝合金CNC 但是全铝合金CNC的键帽很常见了 我们不再重新发明轮子 我们这次在键帽上加入了三颗穿气灯 穿气灯的色彩在黑暗里是非常漂亮的 那当你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个性键帽 它会展现出黄、红、蓝三种非常漂亮的撞色 而这个撞色和Cyberpunk的夜景里的迷红灯的风格很像 所以希望选这个个性键帽的朋友可以在家里看一看它的效果 一下子就能给你带到Cyberpunk的世界里面 最后有人会说你Cyberworld卖的这么好 你发布会是不是要加单 我们不加单 我们只留了100把卖套装 而与此同时 为了让所有用户都知道 我们到底正式售卖了多少把Cyberworld 我们会使用区块链在公链上 来去标记我们的总发行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截图 我们总发行量就是1000把 而且未来所有NoWare品牌的限量产品 我们全会上链 让全球消费者可以检验我们发行的总数 这个公链上的数字是我们也不可篡改的 而且你还可以追溯某个具体的 NoWare的限量产品的交易记录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 NoWare跟Cyberpunk联名的第四款产品 这款产品同样是Cyberpunk的设计风格 但它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赛道 就是TWS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WS的设计 真的非常的炫酷 它有一个特别个性的LED灯 是三角的金属形态 那么这款产品其实我们的灵感 来自于2049里面的三角形的图案 那么这个TWS 我们同时要求一项无线上的技术领先 因为我们叫NoWare 我们相信Wireless Future 这个技术领先是什么呢 其实TWS很简单 我们要求它有可能是全球延迟最低的TWS 大家先别激动 因为新一代的蓝牙标准跟芯片 9月份我们才能拿到样片 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将会在12月份正式发布 请大家期待一下更多等待更多美味 现在我们已经发布了NoWare品牌的第一波Cyberpunk联名的所有产品 所以我们下一段来进一段完整的TVC 我们下期见 等一段时间 OK 我们说我们要在三年内跨界12个亚文化领域 那么我们第二个要跨界的亚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Cyberpunk是一个西方主题 那么这次我们想回到东方来 我们选择了中国的山海经 但同时我们又非常喜欢日本的Aquila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样化主题之间反复横跳 不知道选哪个 最后我们用置硬币的方式选中了山海经 但真实的理由是Aquila可能要花钱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句话 就是想对我们曾经服务过的大概4500万用户 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波产品实在是太贵了 但是这次我们经历了七八年大众战场的战争之后 出来终于有机会我们想做一个更加自我和更加任性的品牌 但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我们真的是被供应链逼着做了一个lectro品牌 其实我们在消费市场里是知道 今天的新一代消费群体是需要更加个性化的 更加有联名感觉的更加定制的产品 他们想要属于自己的能表达我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在整个文化细分了之后 它是不可能出现一个简单的大众爆款的 可是供应链那边习惯了做500万700万量级的大货 他们习惯了产线调通之后 就一直放在那里不停的运转 所以这种需求跟供给的差距必须要有人来解决 而我们应该是中国最有可能推动供应链 解决这件事情的团队之一了 尽管如此也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为什么坚定的推动这件事 并且拿出了我们的第一波产品 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大规模和廉价生产的供应链 也不是中国制造的未来 中国制造的未来也一定是数字化柔性 最终达成按需生产的 所以接近一年的努力 我们很欣慰地获得了中国最顶级供应链的支持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欣慰地积累了一个 对我们非常宝贵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社区 那我这次出来做一个高端品牌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是做大众市场 很多人会问说 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经理 你是不是乔布斯 那我做手机行业这么多年 其实我见过无数的人认为自己是乔布斯 而今天我们回头看 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这个行业里赔了大钱 而我们是相信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会更懂他们热爱的东西 同时有更深刻的小众的细分的样化表达 而跟他们在一起不停的互动 编辑这个LED灯的代码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打造一个高端品牌的道路有可能会改变了 以往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产品经理 比如乔布斯 或者我们需要天亮的广告投放 甚至非常大牌的代言人的联名 可是我们今天觉得这些东西对消费者的价值都非常的可疑 你买一个高端产品 如果50%都用来投广告 你到底买到了什么 那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Elon Musk 和乔布斯还有更多这么伟大的产品经理 他到底有多么的靠谱 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是这些都不是未来 Community-driven creation才是真正的未来 跟高端消费群体 Early Adopper 不停的互动会教会我们如何做高端产品 而真正支撑高端品牌的核心价值 应该是创新 而不是那些品牌光环 而且在我们不停的努力的这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很欣慰的发现 不想依靠装逼 也并不真正认为自己是乔布斯 但是同时想打到真正的中国品牌 而不是厂牌的小伙伴们还有很多 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的一号团队 其中有一些是我们投资的公司 那么这次我们很欣慰的发布 把这些所有跟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品牌奋斗的所有的牌子 都一起带上这个发布会 那么我们发布的第一个牌子是一个做潮T的牌子 所以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它叫 EXT 那么它的第一款潮T 正面印的是什么呢 是程序员一定能看懂啊 它正面印的是Change the World 背面印的是什么 背面印的是Not Today 对很有意思啊 然后我相信程序员群体应该会喜欢这个T吧 EST还和极简汇率联名了一款T 我们的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极简汇率logo和 Angry Mail的APP形象融合到了一起 极简汇率其实是一个有非常多的年轻的跨境用户的APP 设计也很漂亮 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就在我们楼上 他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一起玩了一个联名 那么我们第二个品牌呢 也是我们in-house团队创立的 叫做Angry Mail Toys 它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是一个潮玩 这个潮玩的形象使用的是我们Angry Mail公司的IP形象 一个很可爱的猫啊 生无可恋 它的背景故事也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摩点钟时候看一看 原来这只猫是个外星人 那么今天两点半在摩点钟头将会开启这个潮玩的钟头 最后我们还投了一家公司叫Sage 它是生产碳化加充电头的公司 而碳化充电头真的是一个技术突破 它可以把你的充电头的功率做得更高 同时把体积做得更小 然后但为有点遗憾的是 我们对Sage的充电头产品的形体跟样化表达不太满意 所以我们跟Sage做了一个联名产品 这个产品同样使用我们 NOWER第一波的Cyberpunk风格 然后我们重新设计了Sage的90W充电头 这是一个非常高功率的充电头 但同时它有非常炫酷的表达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 OK 今天我们发布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产品 它都有非常炫酷的设计 而与此同时它有在无线上面很多的技术领先 然后包括我们小伙伴生产的东西也很好玩 比如说我们的盲盒 那么在哪里购买呢 请大家登陆 angrymail.com 这是我们官网 这是我们的官方购买渠道 那么我们在这一年的努力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我们很欣慰地获得了供应链的支持 我们也很欣慰地获得了community的支持 并且我们也很欣慰地找到了 愿意跟我们一起奋斗的小伙伴们 Made in China的时代其实已经真的结束了 六元后企业家营作的不能再好的 他们已经获得了80甚至90的上分额 我们在这上面再前进5个点或者7个点 没有意思 而在发布会之前 Noware已经通过它的第一款产品 Cyberworld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来自中国的品牌 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亚文化表达跟创新 真正在全球消费者这里建立一个高端品牌的reputation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 来一起打到真正的中国品牌 这才应该是80后或者90后企业家真正的历史使命 OK我是李楠 我是一个在娱乐至死的时代里面 坚持说一点真话的嘻哈男人 我们回见 在尽本而上 这个ально一站也有没有 wee 为什么 这个 非 你 猪 毫 ela